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温热地缓过神 又遇到了秋季麻烦事 口干舌燥 嗓子疼 眼睛也呆着不得劲 咋办 这不有人把手伸向了窗边的花盆 最近眼睛干得不行不行的 都说菊花能清干明目 我就把自己家院子里种的菊花摘了点 加上水 每天熏一熏眼睛 别说效果不赖 眼睛舒服多了 再熏几次 估计症状就彻底消失了 作为一层健康一身心的老粉 秋季养伤必须得跟上 一发现口干舌燥 喝水不顶事 我就知道我得润燥了 家里养的百合 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每天摘一点 煮点粥 别说 滋液润燥效果杠杠的 还有一位秋季烦恼人 也把手伸向了自家种的花花草草 可是 自从进了秋天 我火就可大了 大便杆 小便黄 咳荒痰 这些我都可以忽略 但是嗓子疼真是太折磨人了 火辣辣的难受啊 不都说薄荷清凉吗 我就盯上了我妈养的薄荷 就叶子 多树口水 含在嗓子那块 过一会就吐出去 含着的时候吧 确实挺舒服 但是树口水吐出去之后 该疼还是疼 薄荷叶都快被我薅涂了 嗓子该咋样还是咋样 我可真是太难了 我把小便发黄 谈吧也是黄的 时不时流鼻涕吧也是黄的 嗓子那又火辣辣的疼 也不知道吧 哪来这么大火 听说滴水观音能清热解毒 正好我家也痒呢 我就合体晚上半个沙拉的时候 放点试试 但被我对象拦住了 说滴水观音还敢吃 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平安 长这么大的 我就想问问这玩意是真不能吃吗 可我听说它清热解毒 效果正就不错呢呀 口干舌燥眼睛也干 上火嗓子疼 这是秋天里边常见的烦心声 要是身边常见的花花草草 我们弄一点就能够解决这些症状 那可太方便了 是吧 来吧 尝试一串下来有人说好评 有人说差评 还有人说没等是呢 就被拦住了 我就说我自己吧 入秋之后眼睛就特别的干 我看这个不少网友说菊花煮水 熏眼睛效果挺好的 我都动心了 老师您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这个还是靠谱的 因为我们说菊花可以清干明目 而且呢 这种熏洗方法呢 是从古之今就流传下来的 熏洗法呢 是我们中医眼科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种外置法 因为很多的眼部的疾病呢 吃药呢 确实能够达到眼睛 但是呢 它不如熏洗来得快 熏洗呢 直接通过药气呀 或者是药液呀 局部作用的眼部 不过呢 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 建议您再配上一点桑叶 因为桑叶呢 除了清干 它还能速废 尤其是我们现在秋天 废气比较旺 或者是秋气比较旺 我们用点桑叶呢 降降废气 能够通过降废气 达到平干泄火的作用 如果家里正好种菊花 又舍得把自己种的菊花 拿来煮水去眼睛这样的 那咱不说了 但大多数人家还没种嘛 买的干菊花 如果煮完水的熏眼睛 会不会也一样好用呢 能够一样效果的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中药 药房里边买的菊花呢 不可能买到先品 对吧 我们通常所说的 肉药用的这些植物啊 或者影片呢 都是干的 所以呢 这种干菊花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要是想用菊花 熏眼睛 缓解疲劳呢 具体的用量 其实不一定这样死板固定啊 您用手抓一小村 其实大概也就是 十颗左右的菊花就可以了 水热水 多热 离得多近 对眼睛既能够熏到 有一些效果 同时又不受伤 一定是温水 过热也不太可以 因为要熏着眼睛 肯定会受伤的 也不能凉 因为凉 热气上不来 对吧 这个水温自己摸 你一定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温度 熏的时候有个技巧 您一定要一边熏 一边眨眼睛 反复的眨眼睛 好让熏血的水蒸气啊 药气啊 随着眨眼 进入到眼部吸收能更好 用热气熏完之后 再用剩下的药液啊 用点毛巾呢 腾一腾 洗一洗眼睛 放在一起 就是我们说的熏吸法 秋天口干的话 好家养的百合来熬粥 这可行吗 百合主粥啊 它能起到滋阴润造的作用 因为我们说的百合 它的药性是干平的 而且呢 它入肺胃二经 最重要的 它能养我们的肺阴 能养我们的胃阴 所以秋天干燥 很多人说喝水不管用 对吧 喝多少水都是干干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喝水养阴的作用差 我们把百合加到里边 确实能够起到养阴润肺润造的作用 这个鲜百合感觉不是那么好逃弄啊 那干百合熬粥是不是也可以呢 很难看到鲜百合 谁家里养着 对吧 不过我们药房里买到的 还包括市场 我们煮粥煲汤的这个 大部分都是干百合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干百合 具体的应用呢 用个一两二三十克 都是可以的 百合泡完之后就一下变大很多 对吧 具体的包粥的方法呢 网上也有很多的教程 大家比我更清晰 眼睛干口干的人呢 真是大有人在 特别是这个秋天呢 刚爱上火 嗓子疼的人呢 也很多 然后大伙呢 就想用一下身边的花花草草 解决问题 那这个自家种的薄荷 是不太给力了 那再说这个滴水观音呢 更是刚想燃起 常识的小火苗 就被浇灭了 常识用滴水观音 这个火苗 必须得浇灭 虽然说大家伙呢 表现出来的嗓子疼啊 大便干燥啊 确实用实火的表现 需要把这火卸下去 对吧 滴水观音 确实有清智解毒的作用 不过呢 我不建议大家用 为什么呢 因为您用完之后 可能会导致很多的副作用 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 福建泉州的林先生 最近有点上火 嗓子疼得不行 一位熟识的老乡告诉他 滴水观音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对身体有好处 还能治疗嗓子疼 林先生喜出望外 就去郊外摘了不少 回来之后 取根筋清炒 吃了两片之后 便觉得嘴有些麻 嘴唇也肿了 之后还开始呕吐 紧急就医后 医生表示 原来林先生 是使用滴水观音 导致中毒 滴水观音 作为观赏性植物 尚可 但本身因为 具有一定的毒性 所以并不适合使用 轻则中毒 重则可能危及生命 滴水观音 虽然是能够轻而解毒 但是不建议大家用 因为可能会中毒 对不对 那想缓解嗓子疼 那有别的招 而不是只有 滴水观音一招 对吧 而且提醒大家 你别一嗓子疼 咱们就想 就是往前 卸火呀 清热呀 嗓子疼可不都是 由上火引起的 对 我们说 嗓子疼 那最终一看来 它是一个 咽痛的表现 但是导致咽痛的原因 有很多 大家一般都认为 上火嗓子疼 对 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上火之后呢 火走一惊 因为火通过惊落 上炎 炎到我们的咽喉 因为咽喉的部位 不光是肺经啊 包括肾经啊 所有的经脉 都和咽喉有关联 所以呢 我们不管是 什么原因导致的 内脏的阴阳失调 都会出现嗓子疼 而且呢 我们感冒也会嗓子疼 不一定风热 如果着凉了 受寒了 对吧 第一个表现 也是嗓子疼 所以呢 虽然是一个症状 但是绝对不应该 把嗓子疼和上火呀 和热 直接划等号 不过呢 我们秋天呢 现在我们喜欢贴秋边 是吧 这个时候 天气本来就燥热 容易出现阴墟内热 而且我们贴完秋边之后 食物残留的激热呀 或者是食肌呀 或者是有一些淤热 容易上火 确实 这是现在我们最常见的 嗓子疼的表现 那么上火导致的嗓子疼 有哪些表现呢 口干舌燥 伴随着小便黄赤 尿出来 杀出来的尿 都是焦黄色的 大便也会随之变干 那开场的时候 那几位嗓子疼的朋友 都有这个尿黄 大便肝脊 黄痰的情况 这是妥妥的上火呀 既然这个滴水观音有毒啊 咱不能碰 但是这个薄荷漱口水 感觉也不好使 是为什么呢 薄荷清清凉凉的 按理来说 应该是消火呀 也不能说不好使 我们得看说 刚才那位朋友 他用薄荷水漱口了 对吧 那确实感觉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薄荷本身 它的药性是偏凉的 中药书里边说 薄荷的药性是新凉 它能够结表 能够疏干 能够清烟 能够利喉 所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呢 漱口水呢 最后我们是吐出去了 毕竟是漱口的 薄荷虽然有凉性 但是去火呢 它还是不够的 所以啊 对于这个上火 引起的嗓子疼 用这个薄荷漱口水来说 就是治标不知本了 薄荷呢 刚才提到了 它药性是偏凉的 上火的时候 大家都喊过薄荷糖 对吧 或者买一个头保啊 那里边也都含薄荷 确实当时管用 但是没有见到谁 喊几片 嗓子就疼 就治好的 对吧 所以呢 它确实治标不知本 它的劲头还比较小 没有把体内 导致迂火的原因清除 所以呢 它只是局部的一种凉 使嗓子舒服 是治标不知本的表现 好 对付这种上火引起的嗓子疼 有人就出了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这看着可太像电视剧里的 金腔锁喉了 那这个办法能去火 缓解嗓子疼吗 我瞅着是挺玄幻的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请张老师 帮我们好好分析一下 健康一身轻 夏节更精彩 看着可太像电视剧里的 金腔锁喉了 标本都可以应用的 暗柔的效果好 这不是说金人花 这个清热解毒效果 特别好吗 清朝的一首方字 流传了有将近200年了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老壳船反反复复 是啊 年年治 年年饭 俗话说 治病要治根 老壳船病载咳痰痰痰 病根载鱼肺 中药补肺丸 老传统大蜜丸 老壳船 气短喘可是 补补肺 治治根本 老壳船 脆气不足了 补补肺 治治根本 肺部健康品 传承600年 养无疾牌 补肺丸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和抖音号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现在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 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慧勇医生 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欢迎张老师 对付这种上火引起的嗓子疼 有人就出了方法 这位朋友 原来说了自己是客服 你想客服总接电话 总奥 然后再有一个客服 大概率都是负面信息 用的好了 谁给客服打电话 对不对 都是用的差投诉了 都是这个信息 那他往心里去 他就闹心 他就开始上火 听说天突穴 挺好 能缓解 然后他一开始拿手按 拿手按完了之后 他觉得这个手按完 操作电脑不方便 他就改用铅笔顶着 你别说 几天之后 嗓子不疼了 天突穴 他不是在脖子上吗 你说他缓解嗓子疼 我信 你说他质本 我肯定不信 咱一般不是说什么 这个穴位是应急的吗 确实大部分穴位 像是貌似应急的 但是中医的穴位 其实用好了 既可以治本 又可以治标 也是标本尖制的 我们先说天突穴吧 天突 它就是我们的 治疗咽喉的一个药穴 咽和喉是两部分 咽是咽下的 也就是它是通着食管的 它和胃相连 喉 喉是我和我们的肺相连 是我们发生作用的 所以咽喉是肺尾之门户 那么我们这个 天突穴呢 不仅入肺 和肺气相关 也和胃气相关 它能疏通气血 使肺位气机流畅 通畅 所以呢 我们局部疼痛了 按压它 一定是可以应急止痛的 但是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它是肺位必经之路 如果用适当的手法 用泄法呀 来泄这个天突穴 它能起到气火的作用 从这一点呢 它又可以制本 所以它是标本 都可以应用的 我记得就这儿 我们以前小时候上火了 家长就 对 给你揪一揪啊 就是这种的 是吧 对 就是那个位置是吧 和这位置类似 大部分呢 可能就更是喉咙 这个位置更多一些 嗓子眼下边 就是我们的胸骨柄上边 这个位置 凹陷的就是天突 这个天突穴的位置 我们找到了哈 那到底是暗柔的效果好 还是这个揪沙的效果好呢 有这种石火的 我们是给它揪出沙来 因为这种揪法是驱火 往外散 是一种驱邪的方法 您觉得这里边 稍微起点沙 然后呢 嗓子清爽了 维度 那单纯靠学位的话 见效会不会比较慢呢 互动群朋友 又想个方法 说咱能不能双管齐下 就是我边按 在边吃点啥 虽然家里种这薄荷 不太管用了 但是咱们可以 往小区外头走一走 感觉好多人 都种了一个金银花 这不是说金银花 这个清热解毒效果 特别好吗 金银花呢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清火 老百姓说它是清火的 对吧 这个药呢 在我们中药书里边 它算是新粮解表药的 一个代表药 什么叫新粮呢 也就是它药性是偏粮的 而且借助它的心 它能够解表 而且我们金银花 能看到这个公园里边有 所以呢 它是基本上 没什么毒副作用的 而且呢 药性呢 比较平和 味道有点甘甜 我们完全可以用 金银花的干含新粮之性 来清除我们体内的火 清除这种预热 而且呢 它一般不会伤味 咱说啊 自己家种的这个金银花 乐意摘又摘一点 别人家种的 你就别瞎手了 那张老师 我要是去药店买这个 干的金银花 是不是也行啊 然后怎么用呢 一般很难 碰到那么多鲜的金银花 都被大家采光了 干的金银花呢 药房里边 我们一般入药呢 容易写成双花 为什么叫双花呢 听着名字也知道了 金银花 你这个花开两朵 对吧 有金色的 有银色的 而且它一对一对生长的 我们把它叫做双花 入药用的双花 大部分都是干的 具体的应用方法呢 因为我们金银花 不管是鲜的啊 还是干的 晒干的 它都是比较脆弱的 不适合酒煮 酒煎 在我们用药的时候 即便是熬药 都需要后下的 所以我们用金银花呢 不管是鲜的 还是干的 您只需要用开水泡上 就可以了 具体的用量方法呢 我们单品呢 一般用10克也就足够了 鲜的话呢 可能多一点20克左右 我估计也就是一小村吧 如果采花的话呢 可能有大概20来半 30来半 撑死了 冲泡了之后 您可以多闷一会儿 闷个十来分钟 20分钟 都是可以的 有的人嗓子不舒服 不喜欢热的 您完全可以给它 放到室温之下 然后服用就行了 金银花去火 缓解嗓子疼 靠谱 但是要想去火 笑而活好 张老师还有绝招 给大家推荐一款 这个药呢 就是桑菊瘾了 桑菊瘾呢 这药里边 药可多了 这是我们 在温病调变里边的 清朝的一首方子 到现在呢 流传了有将近200年了 古代有方干 您可以记一下 桑菊瘾争戒梗翘 杏仁甘草 薄荷饶 卢根为瘾 清清剂 心良平剂 用事多 桑菊瘾呢 是专门治疗 风热感冒的一个代表方 我们用桑菊瘾 就用它来清烟利喉 能够清热解毒 桑菊瘾里边 怎么个用量用法呢 桑菊瘾里边的主要 就是桑叶和极花 这个方子呢 因为用它制咽喉 所以药量呢 应该清 灵 越小 越好 比如很多人喜欢 大夫您给我加点药 多放点 那就适则其反了 因为温病的特点 至上焦如雨 非清不举 一定要药为清灵 所以呢 给大家推荐最好的记忆方法 每种五克 这里边的这个药啊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花花草草 叶叶的东西 对吧 都是这个东西 只有炉根 用一点根 但是炉根呢 泡完之后 也是非常的膨大 所以这些药呢 都不适宜酒尖 您可千万不要用小火 慢炖 那就适得其反了 最好的方式 还是用开水泡 每种五克也没多少 放在您的大杯子里边 用开水泡上之后 加上盖 焖个十多分钟 二十分钟 您可以放凉了 服用 泡好一杯水 一天之内服用完就行 早中晚三次服用也可以 但是这个药 重病即止就行了 您最多喝个三天 四天就可以了 因为您不能老上火呀 如果总吃这个药 性必行偏凉 由于脾胃虚弱的人 喝这个药 喝完之后 有可能就拉肚子了 上火导致的嗓子疼啊 这滴水冠音用不得 单靠薄荷呢 也不够劲 还是这个金银花和桑菊影 更靠谱啊 但是说句题外话 大伙千万呢 别对薄荷丧失信心 它呢还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吧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今天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慧永医生 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欢迎张老师 上火导致的嗓子疼啊 单靠薄荷呢 也不够劲 但是说句题外话 大伙千万呢 别对薄荷丧失信心 它呢 还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吧 确实这个薄荷呢 作为漱口水呢 我其实经常推荐给朋友们用 一到这个季节呢 我们除了刚才说 上火嗓子疼呢 还有一部分朋友呢 会出现口气的问题 对吧 那么说口臭 其实就是我们的 胃肠道里边的这种淤热 通过气反上来的 导致了口齿不惊心 原因有很多 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大家贴球边 或者真是有很多人 不知道球边对吧 但是您每天吃着串啊 撸着串啊 喝着啤酒啊 又吃着火锅呀 对吧 所以这些辛辣刺激的 高粱厚味呀 在你体内发酵了 发酵完了之后 没有得到及时的消化 或者消化不充分 那么这些热气顺着你的隔气 或顺着你的呼吸 就反射到口中 所以呢 就导致了口气加重 我们对于这样的人呢 就可以完全用家里边养的鲜薄荷 给它沏水对吧 然后呢 来漱口也可以 或者是呢 用它直接喝下去也可以 但是最好呢 推荐您漱口 因为薄荷除了入肺精 它还能入味精 通过薄荷的新凉作用 而且它的药味比较芳香 能够化灼 来去除口中的异味 对于贴球边导致的这种 味热呢 也是有作用的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随问随答环节 咱们看看大伙的问题啊 叫美丽人生的朋友说了 我心跳最慢的时候 曾经检测过 是每分钟37次 是不是太低了 我胸闷气短 还特别爱生气 生气的时候上不来气 我才20多岁 这是啥毛病啊 如果要是心率真的是37次 那它确实是低了 我们正常的是60到140 但是这个 你要知道你这37次 你是怎么撤出来的 如果我们是做心电图撤出来的 它心率是慢的 那一定是慢了 那它可能会出现心率市场 是有心动过缓呢 还是出现了其他别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是你通过我末脉波 或者我撤血压 我发现这个数是30多次 它不一定真的心率是30多次 比如说我可能是有早波 频发早波的人 我们甚至我们有个叫早波二连率 就是一跳正常的一跳是早波 那么我们这个早波的时候 心脏波血量是少的 那你撤血压的时候 它正好没撤到那一跳 你可能撤出来37次 你可能是个双倍的次数 它实际的心跳是70多次 所以这个一定要通过心电图来 真正的去确认是不是真的慢 这位叫做永不言半的朋友说了 我有时候呢 连续三天左右胸痛 通常呢是一边痛 有时候痛到啊 连这个胳膊液窝都不能动了 有时候呢又一个多月不痛 这是咋回事啊 如果要是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胸痛 那我们首先要区分 它有没有关系病的危险因素 比如有没有高牙 有没有糖尿病啊 然后是不是高龄的老年人啊 然后有没有关系病的病史等等 如果它确实有 那你持续胸痛要这么长时间 那我们甚至考虑它 可能心梗的可能性是特别大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他持续疼了这么多天 一般来说 它不是心脏的问题 可能是胸壁啊胸膜的问题 因为如果要持续疼了三天 发生心梗的这种情况 它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病发症了 就不单单是一个光是疼的问题了 我们再来看网友小吟旭他的问题啊 他说我是左胸下方的骨头 突然会跟着抽筋一样的揪到一团痛 那我不得不不停地揉它 才能够缓解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惯心病吗 一般来说 如果你说我我摁一下 或者哪疼 然后我揉一揉就好了 一般这个不是心脏的问题 可能是尤其是像他说 骨头的一个地方 我们有类软骨 软骨炎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 一压会疼得重啊 然后或者局部 你说我按一按好的话 可能都是一些肌肉啊 这些胸壁的一些问题 不太像是心脏的问题 真正的是 惯心病引起的这个胸痛 一般都是 比如说活动量增大了 我提个东西 我快走 我跑两步啊 这个它劳力的时候 会使我们心脏 好想量增加的情况 它会诱发的疼 而我休息了 很快我这个疼痛 就能迅速缓解 就是我解除这种情况 就会缓解 那么这个反而是提示 它是心脏的一个 惯心病的心脚痛 网友派大星说 我前段时间太忙了 熬了三天两宿没睡觉 刚刚躺在床上睡觉 突然心脏刺痛 不敢深呼吸 只能小口吸气吐气 我这是要猝死吗 这个情况可能还像是 这种胸膜的疼痛 心脏的真正的心脚痛 是一种闷顿痛 闷痛 如果要是像针扎那种 几秒钟就好 针一下 我们经常在门诊会的 就像针扎一样 几秒钟就好了 针一下就好了 那一般都是一个 内间神经啊 神经痛 或者是胸壁胸膜的 不敢呼吸 跟呼吸相关的 这种是一个胸膜的疾病 这位朋友说了 我运动的时候呢 有时候喘不过气 然后突然就感觉 心脏有点堵堵的刺痛 还可以正常说话 待一会就好了 我这是因为体力差 一过性的正常现象啊 还是说心脏出问题了 如果要是说运动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种胸门痛 一休息的时候 这个就缓解 这个确实是提示 我们跟心脏含量 增加相关的这个症状 那要高度重视 是心脏本身有问题 一定要去做一下检查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提示各位 关注健康益生青的 公众号和抖音号 里面有更多的健康信息 跟各位一起分享 健康益生青 感谢观看